老人银行取六万块钱 大唐经理故意刁难 要六千块钱手续费 不给不让走 去银行取钱 难道还要给工作人员手续费吗 不给还不让走 王大爷最近就遇上了这气人的一件事 随后立刻报警 直到警察赶来 王大爷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今天咱们收到一位粉丝的投稿 说是自己本家叔叔去银行取钱的时候 却遭到了大唐经理故意刁难 必须得给六千块钱手续费 不给的话还不让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我用第一认称给大家讲一讲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我叫李莉 今年三十岁 目前全职在家带孩子 前段时间孩子放暑假 我便带着两个孩子去他们的爷爷奶奶家住一段时间 在这里我听到了一起关于我老公本家叔叔的事 我这个本家叔叔一生很要强 虽然现在已经75岁了 但是身体依旧非常硬朗 每天中午吃面条还能吃一大盆 下地干活更是不用说 丝毫不比年轻小伙子差 可以说是我老公他们这个村子里边 老年人中的小伙子了 但我这个叔叔却过得十分坎坷 他一生育有两个子女 女儿远嫁了 儿子也是因为在十年前 和别人打架入狱 至今还在服刑呢 他的儿媳妇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也是早早地改嫁 如今只剩下叔叔 带着自己的孙子生活 这些年叔叔也是特别不容易 一把屎一把尿 把这个孙子拉扯大 如今孙子好不容易也读了高中了 叔叔也算是看到了希望 但前几天我这个叔叔接到一通电话 便急急忙忙拿着存折往银行去 刚走进银行 银行的工作人员便给拦下了 说他没有佩戴口罩 不能进去 因为叔叔早急取钱 他就说我就来取个钱 马上就走 但银行人员还是不给进 叔叔就直接翻脸 嘴被硬闯 面对这样的情景 银行的保安人员也不是吃钱饭的 当即就给叔叔拦了下来 后来工作人员给了我叔叔一个口罩 才给他挂号排队 恰巧今天银行办理业务的人也比较多 我叔叔等了20分钟便等不及了 于是便问大堂经理 还得等多久呀 在一旁的大堂经理见我叔叔比较着急 于是便问 您这是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我叔叔说 急着取钱救人 学校给我打电话 说我孙子摔着脑袋住院了 需要钱救命呢 大堂经理又问 是学校给您打电话的吗 您看见孙子了没有 我叔叔说还没有 这不是正取钱 准备去看吗 大堂经理也是安慰老人 不用着急 可以先去看看 是不是孙子真的住院了 再取钱也不迟 小心被骗 我叔叔也是执拗不听劝 一心赶紧的取钱救孙子 嚷嚷着 还要等多久呀 大堂经理无奈 告诉他前面有一个VIP客户 最多再有五分钟就轮到你了 于是我叔叔只好耐下性子 接着等 轮到叔叔的时候 他给工作人员说 要取六万块钱 柜台人员看到我叔叔比较着急 再加上年纪这么大了 于是便有意的放缓动作 问他 您年龄这么大了 这钱是急着去看病吗 我叔叔回答是 然后工作人员说 这个是定期 您要是现在取的话 利息基本上就没有了 很不划算 但我叔叔却说 取吧 今天有急用 于是工作人员便给他取了六万块钱 交给了他 但令我叔叔没想到的是 他还没有走出银行大门 就被银行经理给拦住了 叔叔问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已经办完了 这个时候银行经理的态度 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说今天取钱的 需要交10%的手续费 您今天取了六万块钱 也就是说 得交六千块钱的手续费才行 我叔叔一听 当场就气炸了 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 第一次见在银行取钱 取自己的钱 还要给你们交手续费 这是什么道理 但这个大堂经理表示 你要是不给10%的手续费也行 你私下给我五千块钱红包 我就放你走 要不然的话 你今天不能走出这个大门 不服气的话 你可以把家里人叫来 我叔叔也是被气的没办法 于是给另外一个堂哥打电话 让他赶快来银行一趟 说是被银行额钱了 不给五千块钱红包 不让走人 还让堂哥多叫点人 把本家这些年轻后生 都给叫过来 但此时的大堂经理 也是丝毫没有退让 半个小时以后 我堂哥便带着 我们本家的兄弟 气势汹汹到了银行 张嘴就骂 说这是哪里来的规定 怎么取钱 还得交手续费 大堂经理见我堂哥来了 也是连忙把他给叫到了一边 说明情况 而我堂哥听完大堂经理的解释 又跟学校老师打电话 确认了情况 连忙给大堂经理道歉 说冤枉好人了 我这个堂哥 跟我叔叔说 您孙子在学校里好好的 我叔叔也是连忙 跟经理道歉 原来这个叔叔 进银行取钱 因为显得特别着急 引起了大堂经理的怀疑 他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 很少见老人这么着急的 除非是遇到什么大事了 又从我叔叔那里了解了情况 怀疑我叔叔是受到诈骗了 后来问叔叔要手续费 也是想故意留住他 拖延时间 等到家里人来 后来我叔叔讲 那天他正在田里干活 突然接到学校后勤处的电话 说是孙子在学校的时候 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 后脑勺着地 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失去了意识 希望家属 家属尽快赶到现场 这边前期的医药费和住院费 一共是6万块钱 学校已经垫付了 需要他赶快带的现金 来医院这边 会有专门的老师和他对接 听到这个消息 我这个叔叔脑袋直接就蒙了 于是他也是赶紧拿上存折 取钱 给自己孙子救命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居然是一个诈骗电话 幸好当时的银行大堂经理 发现了端倪 觉得这个老人举动太古怪 于是便想办法将他扣了下来 也正是这一举动 才避免了我叔叔可能被诈骗 不得不说这位大堂经理 一个小小的散举 就帮我叔叔挽回了很多损失 要知道如果这钱一旦被骗 可能就真的毁了我叔叔一家 让我们一起为这一位 善良的大堂经理点赞 同时呢 各位中老年朋友 也一定要提高警惕 接到陌生电话 不要轻易相信 那么对于这件事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按钮三秒 我们下期再见